这样子的思想去 就是影响我们的下一代 如果我的话 我当下绝对马上转学 家长难掩气愤 把孩子送到学校 竟然有被偏激 政治狂洗脑危机 而校方竟然好不知情 故事妈妈请假 由志工队长这边 志工团这边 请她来带班的 三明国小说故事时间 是在每个星期二 全校导师8点10分开晨会 需要志工妈妈说故事 陪小朋友 内容就以论语 或者是故事绘本为主 志工妈妈都是经过培训 三月底其中一位志工妈妈 临时有事 开始找红素猪代班 离谱的是5月24号 红素猪第八次 当故事妈妈时 就有志工反应 红素猪会把上课情况 拍照剖脸书 辅导主任6月7号进行调查 只在课堂上看了5分钟 发现红素猪讲的是端午节故事 表现正常就离开了 辅导主任一离开 红素猪马上大谈政治 脱去行为 校方直到10号事件曝光才知道 学校都没有任何的监督责任 学校应该是有监督责任 未来我们会深刻的检讨 如果没有受信的 我们就不会派他去代班 事实上红素猪打卡六次的po文 已经透露政治思维 脸书社公开非常好查询 但学校事前没把关 事后慢慢拍 事发第一时间 还瞎扯代班只有一次 校长在记者追查才坦诚 根据迁道部红素猪当故事妈妈多打九次 那昨天我问团长的时候 他因为下大雨又在外面刚好开车 他回答我是说 那这一次有问题 校方说下周一上课时 会跟学生做心理辅导 但三名国小草率轻忽 恐怕都让家长们很难放心 把孩子的教育交给这样的学校 记者陈古明 来不乡高雄报道